so I want to put out this video as a request for legal help are there any lawyers out there they're threatening to sue me as well I know it's ridiculous but if there's any legal people out there who can help me 这上面都写错了吧 hello大家好我是八九 刚刚各位前面看到的影片 是英国小粉刘孟颖 昨天发文说要告英国YouTube钢琴家布兰登 太棒了 西方有刘孟颖要告英国人 东方有王总统在第三国要告台湾政府 期待这几天两会有什么惊人的进展 说到王总统指出要告台湾政府 因为把他恶意限制入境台湾五年 我想说台湾身为一个主权国家 海关或是管理出入境的政府单位 本来就有资格不欢迎谁入境 欢迎谁入境 无需任何理由 更何况你确实有理由 对吧 不要说什么我前几个月来上台湾的一些节目也没事 现在为什么有事 这跟你闯红灯被检举政府 还有警察才会处理 没有人检举自然不会罚你 不用合理话你先前闯红灯没事 现在闯红灯了 警察选择性执法 那你跟这个路上那个 违规停红线啊 闯红灯 你怎么警察抓我不抓别人啊 不一样的人吗 抱歉啊你可能脑袋没那个观念 最近我一个在夜店从事工作的朋友 他就跟我说 这十年以来啊 有一些中港澳的人啊 通过观光签证来台湾 到夜店进行DJ表演 或是进行一些活动的商演 后来被人家检举 一样也是五年内无法入境 那难道又是民进党会破坏没有 这也是有国民党执政时代在里面的哦 现在还是持续带风向 说什么啊 那些拿欧美呼叫的大V啊 也违法从事商业行为 我看劳动部的文啊 我自己的理解 是免签国可以在30天内 从事商业、社会访问、参访等行为 除非超过30天才需要申请嘛 但如果有受雇关系啊 不管几天都要申请 但他们这些欧美大V 上临时的节目不属于受雇耶 难道他们要叫劳健保吗 难道我上电视台 也属于被电视台受雇的雇员吗 还有啊 这一位 Don't touch her 迷音大师 冷雪年 他学会了王总统的精髓啊 在冷雪年的推特页面上 他写了一个 我曾经在英国金融时报工作过 这个在金融界算是一个不错的头衔 对吧 跟央视在大部分的中国人心中一样 举足轻重对吧 结果有人啊 就写信去问金融时报 那金融时报回信说什么呢 冷雪年啊 只接过我们承包围棋两天的服务 并不是我们的正式雇员 跟王总统一样嘛 当时因为预定好的主持人离职了 所以呢 王总统才承包下了这个央视外包的节目啦 那并不是正式员工 不是乡荒奇异 王总统跟冷雪年啊 却用了一样的招数啊 当做自己的官环 一样啊 有自恋型碰轰的人格 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美国的一些例子 最近美国的海关啊 禁止了许多中国留学生到美国 当然啦 理由是这个美国政府 怀疑这些中国留学生 透过千人计划里面的其中一些项目 那这些人是否受到中国政府指派的任务呢 或是家里是否跟解放军背景有关呢 所以被带进去小黑屋问话 那有的人通过 有的人没通过就被拒签了 遣返 那这个就让中共政府暴气啊 出来呛 这是美国在玩政治操作 中方啊 强烈敦促美方停止错误行为 停止无端滋劳 盘查 遣返中方留学生人员 我想说的是啊 原来带去问话叫做滋劳 盘查也是不行的 那你中国海关可不可以废掉 你中国不要设海关嘛 对吧 你海关问一句话就是资料就是盘查 我想说啊 美国政府并没有逮捕人 或是将中国留学生 无法原依据就送去监狱对吧 所以这跟政治破坏是无关的 即便你取得美国签证 一样给你拒签啊 只要你惹到海关 只要你的回答让海关觉得有诡异行为 那通通会给你拒签 那甚至是你入境之后 美国的相关移民的单位 或是任何管理出入境单位 认为你还是有问题的话 一样给你遣返 这是任何主权国家的权利 跟今天你家一样啊 你对你家有绝对的主权 假设啊 今天这个赖清德或是韩国瑜来你家 你不欢迎他 他就不能来 无需他犯法 也无需任何理由 即便你给出了理由 因为这是你家 你说的算你最大 不然我们也都来乱闯陌生人家好了 我们被他驱赶驱离的时候 我们在告他违法 迫害人身自由言论自由 所以支持王总统的人啊 拜托一定得敞开你们家大门 让他人随意进入哦 你不让他人随意进入 就是迫害人身自由言论自由 搞独裁 你在学共产党你知道吗 今天啊 一个公开反共的 降落到中国机场 过海关就会被抓去坐牢 这才是政治迫害 香港铜锣湾书店的老板 他拿到瑞典护照 他在泰国度假都可以被 中国的黑衣人绑回中国 然后说他自愿换成中共红皮护照 结果呢 他在中国坐牢了好几年啊 现在才论到台湾 什么叫做政治迫害啊 我们台湾的李孟居 他也是这样子对吧 所以啊 少骗那些没有查证能力的海外中国人啊 中共厉害的地方就在于此啊 藉由自己的间谍任务 去渗透欧美台 被遣返就说你欧美台啊 迫害我们 然后呢 你又可以宣传说 你看欧美台湾啊 跟我们中共一样 没什么区别 民主一样是很烂的啊 是劣职的民主 所以你不要羡慕民主制度吧 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有优越性啊 有纠错性啊 这就是自干五 或者是外宣的工作 但问题是 今年年初啊 美国拒宣了很多中共党员 申请的这个美国签证 那这些中共党员才开始跳脚 为什么你们的官员跟子女 都想去美国 你们在宣传上一直说 美国很烂很差啊 那现在你们得偿所望 美国说好啊 那我不让你来啊 我们很烂对吧 你们还要带任务渗透我们 我不让你来了 然后呢 你有逻辑分裂说 啊 美国在迫害我们中国人 除此之外 美国佛州下令什么 中国籍的学生 不得进入实验室 那有些中国的博士生呢 还因此被退学了 那更介绍中国人买房 当然啊 这是佛州州长 跟当地的一些议员 他们的权利 那美国各州啊 在内政上是不同的国家哦 那美国总统也无权干涉 而佛州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先前已经抓到很多的中国留学生 接受中共政府的千人接网 去实验室偷数据 偷资料 中共并不会让每一个留学生都去带这个任务 没那么笨嘛 一定是挑精英中的精英嘛 一定是挑那种看起来最不可能的那些人嘛 假设一千多个人 他们可能会挑个五十个 挑个一百个 去渗透 所以呢 当这些五十个人一百个人 如果被揪出来 那其他没有接受到任务的人 就会觉得 你美国啊 你台湾呢 为什么要造谣 为什么要搞阴谋论 我明明就没有接受 你为什么说别人接受呢 因为他会以为 别人跟他一样是没有接受的 因为这个基数太小了 他也不会去察觉 难道中共会跟你说 对啊 他是带任务的吗 哪一个间谍会跟你说 对啊 我是间谍任务的 所以这也是中共厉害的地方啊 那些没有带任务的中国留学生 我们假设有些人是反共的 或是反习的 但今天只要美国或是任何国家 揪出中国有一些间谍行为 然后呢 去禁止他们进入一些地方 那其他的中国留学生就会觉得 你美国在干嘛 你台湾在干嘛 为什么要给我们中国人莫虚有呢 对吧 而且他也不相信 中共会派人去间谍 所以呢 在这个立场上 他就会反对台湾 他就会反对美国 那反而九二九十 就会跟中共立场靠越境 民主也不过如此啊 民主会栽赃别人啊 那还是中共好一点啊 起码是我自己家乡 这就是他们的统战工作 统战工作不仅仅是对什么欧美日航台啊 更多的是对海外的中国人 所以有什么海外中国警察局嘛 民间警察局嘛 为什么在中国的公司啊 宗教团体里面会有党支部 党支部最大的功用 就是统一战线 统一所有人的思想 那我们来说一下 为什么下令中国籍人士买败 第一 华人爱草房 不可否认的事实 那第二 这也是最重要的 这才是重中之重 前面那个当我在开玩笑 第二 就是有些中国籍买房的人士啊 背后他们有中国官员 或是政府单位的介入 所以禁止了 当然海外反共 还没取得美国籍的人 就会觉得 在这个立场上 我对美国有点反感 我想说 如果你是真正的反共 你就会知道中共的本质 中共本来就会绑架14亿人口 就说过 中国14亿人都是共产党的 铜枪铁壁对吧 那有任何需要 你都可以被迫为他服务 只要你或是你的家人 在中国墙内 更何况是本来就带任务 收钱的中国人啊 你好不容易逃离了中国 你来到新的国家 你就应该保卫你新的国家的制度 防止你痛恨的中共 利用你们的身份 来渗透这个新的国家 让这个新的国家 早晚有一天啊 慢慢变成你以前熟悉 中国的那个样子 那去年是不是就报了一堆 中国政府要求一些留学生啊 德国也报了一堆嘛 签署回国同意书 让你学成之后必须回中国 必须在中国政府有需要的时候 提供情报 提供渗透任务 而基本上每个留学生 到海外都必须有这个辅导员啊 那个监督的群组嘛 大部分都有啊 加入一个群组 那当有一些政治活动的时候 像是蔡英文访美啊 蓝星顿访美啊 就会在这个群组发走路工 告诉你哪哪哪不能去 哪哪哪可以去 那你要不要来参加这个 反蔡英文的活动 给你便当给你多少钱 那最近呢 有一些中国网友拍了一段影片 来讽刺他们家自己国内的一些状况 那讽刺谁呢 我不方便帮大家下注解 先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吧 这上面都写错了吧 好的 还有什么问题呢 一减一应该等于零 那是黑色不是白色 这不是用人体力吗 还有吗 一减一等于二 一减一等于零 一减一等于零 为什么你们都要说它等于二呢 大家都这么说 不这么说的话 就拿不到爆米花 你刚来的吧 要是你不认可的话 可能连装爆米花的桶都拿不到 可我千山万水 辛苦了这么久才来到这里 不是为了看到把黑的说成白的 把错误的当作正确的 可当浑浊成为常态 星星就是在犯罪 你一己之力 改变不了什么的 我才不是一己之力呢 我们有十一个人 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的话 就有十二个咯 我想 应该还有更多人 懂的人应该都懂 其实拍得很含蓄啦 今天如果你只是 质疑这个指路为马 那你可能就是没狗粮而已 但如果你今天去把 那个指路为马的标示撕掉 撕下了那个遮羞布啊 或是贴上一减一等于零 那你就会被寻寻知识 你就会被带走 那发爆米花的人是谁 可以替换成谁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 当然啦 我更相信一些台湾人看到会说 这个搬到台湾了也是很正常的啊 这就讽刺民进党啊 就是民进党啊 发爆米花的人就是民进党啊 就是说你只要不跟着民进党走啊 你就拿不到狗粮 你就会被民进党迫害 我想说啊 如果你把民进党形容的跟中共一样 那你就是在侮辱被共产党迫害过的中国人 我们摊开历史的场合 中国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 还有民进党 他们在政治上发起的运动跟迫害 多少人死亡 所以说啊 如果你们不了解历史 就不要乱侮辱被中共迫害的中国人 遭受的苦难 这个完全是不同的概念 东国境内是不能像你这样 你1450啊 你绿共 公开骂赖清德 骂蔡英文是不能 是不能的 你可以 所以你至今还在家里 还在手机上骂 那他们要骂他们现在在监狱 当那个网路评论员 然后再过来反台独 所以啊 如果你在说民进党破坏的话 那我就当做你现在是在绿岛的监狱咯 或是在什么土城看守所 你在接受民进党任务在发文咯 是吗 不是吗 你打开YouTube的抖内排名前20 你会发现骂民进党 才有爆米花 才有抖内 所以真的不要乱举这种不伦不类的例子 你在中国境内啊 你看有任何的网红 或是在野党 在中国的社交平台抖音快手 或是小红书上 跟你一样明着骂政府的吗 骂中共政府的 赚钱的 有吗 没有被封号 坐牢 或者是被限制出入境 就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你们这群人真的不要因为 为了要讽刺民进党 就利用自己的无知 把民进党形容得跟共产党一样 然后来侮辱这些被共产党迫害的中国人 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我不希望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爸的小红书 拜 拜拜